再来关注其他媒体的相关报道 不负13亿人民重托 积极履行神圣使命 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 圆满完成各项议程 在北京胜利闭幕了 在大会闭幕式上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向人大代表 向全国各族人民郑重宣誓 将忠实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 忠于祖国 忠于人民 克尽职守 素业在公 为民服务 为国尽力 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 绝不辜负 各位代表和全国各族人民的 信任和重托 身材高大的习近平 微笑站立 从容自信 清朗而浑厚的声音 坦诚而刚毅的目光 透出激奋人心的力量 人民大会堂建政 在繁星点点的穹顶下 在如潮涌动的掌声中 习近平坚定地表示 实现中国梦 必须走中国道路 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 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 人民幸福 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 深刻回答了干部群众关心的问题 深刻揭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密码 这是对民族的承诺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必须紧紧地依靠人民来实现 必须不断地为人民造福 这是对人民的承诺 有梦想 有机会 有奋斗 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 这是对历史的承诺 实现中国梦 创造全体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 任重而道远 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继续付出 辛勤劳动和艰苦的努力 三千多字的讲话 有蹊跡 有期许 有承诺 有担当 人民大会堂内 13次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习近平为实现中国梦所发出的号召 激起人民无尽的憧憬和向往 此时此刻向着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中国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